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触者家属四人GDC主要裁警二十一人 报告出炉劝述音信 但也代表着酒店公关的感染源仍然不明 牛鸣嘴上节目爆料女公关感染源其实另有其人 其实他并不是人家去店里面消费而感染给他的 这个客人应该是算富豪 去富豪的家里就去那边开趴或者是陪酒而感染到的 知情人士透露当天晚上也不止按379一人 也有不少小姐都到了这名富豪的处所开趴狂欢 那时候还并不知道这名富豪被居家检疫 就连酒店公关经纪都被梦在鼓里 听说这个富豪在酒店他都是一个人自己会去喝酒 然后也是都点了七八个小姐有时候甚至点到十几个小姐 因为他自己的财力是够的 对所以他如果以客人来讲的话是算一个很大咖的客人 酒店夜的八卦消息传说这名富豪平时出手阔气 又常常在各大酒店消费叫公关出去开趴也是常有的事 不过指挥中心没有证实在豪宅开趴的传闻 但如果属实违反居家检疫同样会开罚 不过就担心神秘富豪或酒店对女公关施压 导致没有诚实以对变成防疫破口 三里新闻戴伟成刘景台北报道